HELLO 欢迎来到子丹小教室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你的软路通讯安全吗? 现代人越来越少打电话 透过手机通信软体 不管是Facebook Messenger、Honeyline 都方便又快速 但是使用这些软体真的安全吗? 很多人可能觉得 子丹是那些政治人物、企业家 又双秘密的人才需要担心的 所以 各自外泄的风险 不只是匿匿被人知道那么简单 资讯一旦外泄 轻则广告行销公司的变化 曾经诈骗集团也会有可能跟着来 更严重的是 对方可能截取你的照片 甚至假扮你的身份 去骗更多的人 因此快速我们一步一步来 保障你的通讯安全 也保护自己的隐私哦 那什么状况下 你的通讯、资料会外泄呢? 资料外泄大概出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你的设备 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 也就是说你的手机或电脑可能中毒了 第二个会外泄的可能 就是跟你的通讯对象 把你传过去的内容截图了 最后一个资讯外泄的可能 是这个通讯软体本身有漏洞 或是它配合政府机关调查 因此将你的讯息外流了 大家不要以为你平常传讯型 别人都看不到 如果你使用的不是加密的通讯软体 但传说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会被拦截 因此目前大部分的通讯软体 都有提供基本的加密 另一个更安全的加密方式 是端到端加密 但是因为使用起来有不少限制 只有少数通讯软体才有 正让我们知道 使用通讯软体有资料外泄的可能 所以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使用这些软体的时候 要注意的几个Tips 第一 传信息给对方前 一定要确认跟你互动的帐号是等人 之前就有案例 对方假冒受害者的Facebook好友 甚至把脸书帐号的名字 大头爹都改得跟你的好朋友一模一样 然后传一个连结过来 受害者故意有他点进去 下载执行 电脑立刻就中毒了 因此看到朋友传讯息过来 还是要确定他这个账号是不是本人 可以透过朋友在其他平台上面的管道 向他确认账号是不是他开的 第二 选择安全的通讯软体 你平常都使用什么通讯软体呢 所以是科技进步 通讯软体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现在大部分的通讯软体 都有基本的加密 也就是连线加密 但你的讯息 从手机传送通讯软体平台的伺服器 可以保护内容 不会被其他人得知 但通常这类的通讯软体 还是会直接将内容 以未加密的形式储存在平台的伺服器上 也就是说 只要有人可以存取平台的伺服器 他就可以看到你的讯息内容 谁可以存取平台的伺服器呢 除了通讯软体 公司本身 执法单位也可以透过搜索票 监听等程序 要求平台方提供特定用户的内容 另外平台伺服器也可能受到入侵 或是被攻击者存取 为了防止上面的动漏发生 有一种新型态通讯软体 使用更进阶的加密 钻到关加密 钻到关加密的意思是 讯息从寄件人的这段的加密 到收线人的这段才解开 中间的所有人 包含平台方 都没有办法看通讯息的内容 在这种状况下 平台的伺服器 只是带使用者 传递加密的讯息 完全没办法检视里面的内容 不管是指法单位 派客 即使是平台方 自己想要看都看不到 有些通讯软体 则有泄漏资讯的不良记录 到底哪些通讯软体安全呢 我们后面再来一一介绍 第三 谈取额外的安全措施 如果旅游到政府监控比较严重的国家 或是聊天内容 有比较敏感的内容 建议可以开分身帐号 比较不会追查到本人的其他资讯 或是可以在关键字使用暗号沟通 避免资讯泄漏哦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有时候太安全的作法 可能反而不安全 例如在某个国家 大家习惯使用某个通讯软体 如果你为了保护自己的资讯 而使用了另一个个安全的软体 反而可能因为你的比重不同 而吸引攻击者的注意 刚刚有说过 大部分通讯软体都有连线加密 小部分的通讯软体 有端到端加密 到底哪些软体使用上比较安全呢 以台湾人最常使用的通讯软体 Facebook Messenger和Line来说 Facebook Messenger预设提供连线的加密 端到端加密的功能需要手动开启 只支援一对一讯息限定平台才支援 Line则是仅在文字讯息提供端到端加密 其他种类的讯息 例如贴图、图片、语音信息、影片、附件 则只使用云线加密 在50人以上的聊天群组里面 也不会提供文字讯息的端到端加密 Facebook Messenger要怎么开启敲敲敲化功能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iOS手机 也就是iPhone的话 你需要在设定的地方开启敲敲敲化功能 点选人或人右上角的敲敲化 这样出现的对话框就是端到端加密通讯了哦 如果你使用的是安卓手机 要选右上角的订增讯息 在工具列上方点下锁头 会发现变成黑色的背景样式 此时传送的讯息就是端到端加密过的敲敲化哦 但因为端到端加密本身运作方式的限制 端到端加密的讯息 并不能在同一个使用者不同的装置直接同步显示 也就是说你在手机上面传送或是接收的敲敲化 在另一只手机或是网页版的界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Line的端到端加密技术称为Letter Selling 预设式开启 可以用刹列方式检查 你可以在好友页面 连选左上角 设定的图示 连选隐私设定 开启Letter Selling功能 很重要的是 必须通话的双方或是整个群组的人 都有开启Letter Selling功能 才会有端到端加密的讯息保护哦 而且Letter Selling功能 直线50人以下的群组才能使用 因此使用上还是要特别注意 另外在香港比较多的使用的Telabin 是以加密以及虚文卖点的通讯软体 Telabin的账号 需要港帝手机号码才能申请 但是它的一般对话、群组对话 也是没有端到端加密的 只有开启私密聊天内容的进行端到端加密 另外一个在国际上受到许多注意资安的人 或安装的通讯软体是Signal Signal受讯于对头端加密本身运作的限制 只能绑定一只手机和一台电脑 而且所有的功能 包括文字讯息、语音通话 都请用端到端加密 无法关闭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不小心把功能关掉了 端到内容也不会进行任何人跟对份 甚至和你通讯的人如果换了手机重新注册 Signal都会出于安全性通知你 可以说是上述几个软体中相对最安全的 唯一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账号名称都是电话号码 必须要跟另一个人交换电话号码才能通讯 最后要提醒大家 一般的通过上比较常使用到的Flap 或是Poogle Hangout 都是完全没有端到端加密 只有连线加密功能的 这一般是为了方便企业管理员在有需要的时候 查核员工传送的讯息 例如有人外洩公司机密的时候 所以它在设计上并不适合使用端端加密 因此建议不要使用公司提供的通讯软件 来传送私人的讯息哦 除了平常聊天使用的通讯软件 公众常常使用的email 如果资料外洩影响会更严重 之前都发生过骇客利用钓鱼连结 入侵使用者的电子账号 然后利用这个账号同时便演诈骗 传email给使用者公司的财务部门 要求我将款项会到骇客指定的账号中 因此面对电子邮件我们要更加小心才行 开客通常会用什么方法去窃取email的资料呢 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使用钓鱼连结 骗你点进连结内的假网站 输入个人的资讯 第二种是使用附件的方式 骗你下载档案 打开后小小的执行后翼程式 那么我们要怎么判断 哪些信件是要骗你的钓鱼信呢 第一打开信件前先确定 记件账号是不是认识的人 其实记件账号也可以伪造 不是百分之百可信的 如果这个记件人被害客入侵 很可能是害客利用他的账号从事变脸诈骗 或是诈骗团体故意用类似的email账号来骗人 例如用norequite.httb.atgmail.com 来骗你是Google官方寄给你的信 但是gmail.com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的 Google官方根本不会用gmail.com的账号来寄发系统信 而会使用atgoogle.com来结尾 所以即使记件人的账号看起来很正常 也不能完全信哦 第二 看一看信件的标题及内容 这样的用词风格是不是符合记件人 例如有些信件的标题使用了不通顺的中文 很可能是其他语言 用Google翻译之后再记出的 第三 在确认安全前 不要打开任何连结或下载任何档案 你可以将附件直接上传到云端一叠 并用云端一叠来查看内容 如果email里面有连结 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个连结是不是钓鱼连结呢 主要来看看是连结的网址 例如之前有钓鱼信假装是Google寄来的 email内的连结连进去 也和Google登录的页面长得很像 但是网址却不是Google登录的真正的网址 避免中这种陷阱的方式是 不要直接照个信件里面的指示操作 而是去搜寻一下网络上其他人的经验 要怎么应对这种信件 不过算安全的方式还是必用 其他管道上记件人确定它是否寄出这双信件 这样最保险 如果你不重新点开连结才发现它是钓鱼文章怎么办 其实不用太担心 如果电脑的系统及软体是最新版 通常不会有立即的危险 如果你点开理解之后 又输入你的个资、帐框密码 或是下载档案、打开文件才会有危险 也有很多钓鱼信件的连结点开 跳出很多视窗 显示一大堆广告看起来像中毒 但其实只要不要输入个资、下载和打开档案 通常把广告视窗关掉就没事了喔 如果你发现email里面的连结是钓鱼连结 或是带有恶意程式 记得不要马上删除信件 可以把信件保存下来作为证据 方便未来调查 不过一般来说 这些调查服务是需要付费的 因此通常只有损害重大的手机才会启动调查 其实是含有钓鱼连结、恶意程式的邮件 只要不去打开附件或下载档案 单纯的存在信件夹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你也可以到台湾电脑网路危机处理 即协调中心的网站或回报资安事件 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相关的资安资源可以供查询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资安小消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